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后来发现 他穿了是跟没穿一样 要是他下头的裤子穿的太短 然后上面衬衫过长 一下盖住了 那就显得似乎是没穿裤子一样 我跟你说 其实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差别完全在于一个度 比方说你长得小巧玲珑 所以你露出你的玉腿 就可以接受 但是你看 同样有一次我们收到投诉 我们有一位女嘉宾 她长得太性感了 你知道吗 太惹火了 而且她那个腿啊 又就是又丰满又长 你知道吗 她那个腿 我像形容不出来 来来来来 你说你接着说 她那个腿啊 基本上跨在文道的这个地方 脚已经到了你的跨那了 真好是这么长的腿 然后她就穿了一个短裤 就短到半截屁股的 特别是主要那天 我们给她找的搭档不合适 你像你看看文道是吧 也像一个可以接受腿的 那么一个可以看得惯的人 什么叫可以接受腿 那天我们找了一个 是一个老教授 你知道吗 就是白发苍苍 好像戴这个眼镜 有点看不太清 然后所有的观众就看到 她一条这个大腿 这么横过来 所以那次节目是受到那个 投诉批评了 所以我说你看 跟她的体量很有关系 对 你的这个 她可以 她可以 还可以吗 你真的不穿都行 她也不要那个 一只超纱 那我很害羞 但是又婷 其实也是有点干什么 明骚 是什么 我说明骚 就是说 我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 你知道你的优点 是在你的腿 所以你也就毫不 毫不这个 因为我个子很矮小 所以如果我在穿长的裤子 我就觉得很小了 对对对 所以我只能用 就是露这个比例 让你觉得这个女生 是比较高挑一点 然后比较有气势一些些 把这个最不为人 男的男一齐齿的事 都告诉你了 文道 对 你知道吗 太坦白了 太坦白了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年头 包括你们这个做学问的 也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是 众生喧嚣啊 你有点什么优点 你就得拼了命的吆喝 拼了命的露 你也不 没有人知道啊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要征婚呢 是吧 你过去 你说咱调点好 咱就坐 坐着坐着 真就坐到楼了 所谓九项不怕项子 这理现在讲不通了 所以现在不但是 中国男富豪征婚 就不算什么 我估计让又挺 杨梅吐气的事 我们四川女富豪 也征婚 三十六 不是 三十六位 女富豪 都是千万级的 你知道吗 他有个标准是吧 什么叫女富豪 千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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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多听说是自己赚到这个千万的价钱 白手起家的 对 所以呢 是有实力的 不是靠爸爸的 然后呢 有很多条件 第一个就是在成都 你要先搬到成都族 你要移民到哪 然后呢 你要会打麻将 排击要好 但是不能赢老婆 应该也是这样 所以估计他们怎么 真婚的时候 大家互相先打个四圈 真的 再决定 你没听说那个什么 好像是个四川的一个大嫂 还是什么的 就是前一阵的新闻 好像是吗 就是出了车祸 还是怎么回事 植物人呢 植物人 然后就躺在医院呢 这个人就怎么办呢 然后家里人就在旁边啊 就摆着麻将 一直跟他说 就刺激暗示疗法 就说三缺一啊 三缺一啊 三缺一啊 说了大概有三个月 蹦一下 有一天醒了 你知道吗 天哪 强烈的 这成都 麻将 这个有意思 而且这人这次 36位女富豪 就还说了 说这个弟弟们 别凑热闹 就是说年龄太小的 年龄太小的 我们还不愿意要 就是说还不是说 一定要搞那个 小狼狗啊 姐弟恋 你怎么 人家要找老公 对对对 不是找男宠 你知道吗 条件很明确 不止刚刚说的 还要看面相的 然后还要看品格 这些基本的条件 筛选完之后 你才有机会 见到女富豪 才能跟他们面谈 看演员 真的 我跟你说 说实在 我比较粗 就一般来说 男的看女的 就是看个长相 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女的 看男的 真的有 我的天哪 说说看 要有六关 闻到 第一关 叫初筛 初筛 主要看形象气质 这是第一关 第二关 要考这个文化素质和才能 以及谈吐 聊聊 对吧 第三关 还要给你来心理测试 还要性格分析 我估计星座 属相写形什么的 都得查考一番 第四关 婚姻状况 为什么争婚呢 还问婚姻状况 第四关才 你那你重婚呢 你那你重婚呢 是不是 这事还用问吗 但这个事为什么 要到第四关才 应该第零不关 前几关过了之后 你就是有 第四关 好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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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状况 爱情观和家庭背景调查 高干子弟可能 也要加分了 对吧 第五关 面相分析 看面相 第六关 才到了 这才吃第一顿饭 就才相亲晚宴 看看 真的发生接触的时候 来不来电 那前五关 是谁来做评审了 应该是主办单位 他是有这个俱乐部 其实这些 这些这个女富豪啊 他们也是 好像大多数人 都有过失败的婚姻 但是呢 也是 其实这个 很多女富豪都上任 你知道闻到 要不说 就是你知道吗 不好找人 很多这个 这个吃男怨女啊 都在那慌着 这个世界你看 就是这么样的 对 你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 我们彼此之间找不到 你知道吗 他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 我常常想 如果他是一个富豪 他要征婚 他的前提大概是说 他平常很难找到人 对吧 他为什么那么难找到人呢 是因为 会不会有一个原因 就他总觉得 所有跟他日常生活 比较亲近的 也许都是 奔着他那个钱来 嗯 这好像不太好 我觉得有些富豪 会有这种想法 觉得身边所有的人 对着他呢 都是不怀好意 别有用心 但是如果你今天 名正言顺说 我是个富豪征婚 那来的人不就更挑明吗 但是我们也 倒好了好像 是吧 听说很多美籍华人 都不远万里 闻到不远万里 飞到成都来影征啊 你可以看看照片 你知道吗 长得挺好看的 哎 你看 这就是照片 长得还挺好看的 不是 这是其中一条件 就是说你当然 成都富婆的老公 一定得是麻将啊 麻将啊 然后你看下边 你看 这是他们那个 婚恋网站上 就当当当当 你看挺挺不错的嘛 啊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也是女富豪 这哪像女富豪啊 对啊 对吧 真是长得不错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还列出来 来找看相的 不是看面相吗 标准忘七相的男人 嗯 我看了看 比较符合文道的特点 哈哈哈哈 你看 头大 头发少 哈哈哈哈 我叫他眉毛粗 眉毛粗 耳大 鼻头肉多 是吧 人中明显 腮帮子突出 哈哈哈哈 很接近了耶 文道 你要不要飞上四川 对啊 但我不会打麻将 我第二关都过不了 练一练练一练 赶快练 你到四川 你是和尚 和尚就别了解 我不是上青城山吗 可是我想知道就是 如果一个男的啊 他面相好 有文化才华挺好的 受过高等教育 家庭背景挺不错 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那这种人 他也不愁找不到老婆 平常 他也不愁 说不定甚至他还 某程度上也能够成功啊 其实我还蛮要一件事 因为我在台湾也认识一群 所谓的 你们现在小谓的富二代了 但就是一群朋友们 他们也是都是海归啊 从海外念书回来的一群男生 然后你会以为这些男生 对就像在外面 我们想着吃得开啊 就是女生怎么不愁 对 女孩 他们常常会跟我讲 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是单身的 我认识的 他们就是女孩子真不愁 就是说你出去夜店啊 或是出去玩 女孩子都是黏上来 但是愁的就是那种 跟他们匹配条件 或他们心中真的想找老婆的 那种女孩子 因为这样的女孩子 不会监禁你们 他会觉得你就是花花公子 或是你的背景 就是比较复杂 或者你就在外面玩乐啊 所以比较正解的女孩子 反而比较少跟他们接触 而他们在外面的人际关系 就是这些 平水相逢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深交的 对他们来说 其实他们的宣子 反而比我想象的还要窄 就常常我听到他们 常常跟最好的朋友出去 就这么一包可能五六个人 就每天这么五六个人 他不会扩张 他要扩张太辛苦 我想你们也是都是名人 你们的最中心的核心圈 也就这么几个人 所以反而比我们想象中的是窄太多 比我还窄可能 其实你说现在啊 网络越弄啊 手机越有啊 找对象越难 我就觉得就说 哎呦 现在就是好像你跟哪都能联系上 很容易 可是呢 人与人呢 越来越相隔的远 而且找到一个合适的 我都觉得太难了 你知道这是 你看你大部分时间在家宅着 对吧 你也不出去 对吧 少数几次出去之后啊 你知道一个人自闭啊 一个人自闭久了之后啊 有时候到邻居家串个门 你都心情激动 你知道吗 就是好长时间没出去 而且呢 人跟人之间呢 就变得顾虑重重 对 因为诱惑太多了 而且太不可信了 而且大家都是这个 这个什么自私大暴露嘛 马上很多事情让人分心了 现在你 你一个一个女的一接触 你脑子里啊 太多的杂念就 你觉不觉得 就是哎呀 他心里会想什么 他是不是个可靠的 对吧 我跟他能发展到哪一步呢 我可别犯什么错误 哎 别把他 给我挖一坑 把我给掉下去 你怎么全是这个心思之后啊 你说 很难找 没错 尤其像刚才又挺讲 现在那些名人 那些富二代什么 他们最危险 就是他们夜店认识那些女的 什么亮魔啊 什么那些 然后晚上跟你拍张照 第二天就上网 没错 现在不是特多吗 现在这种事 还有官二代 我跟你讲 哎 待会广告回来 我跟你聊聊 这官二代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现在当官的 最会为自己孩子打算 这个你这个有专门搞这个出国留学的 帮着孩子出国留学的 我跟你说一说起这个谁谁谁的孩子 谁谁谁的孩子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你知道吗 都在外国那个名校 对 待着呢 甚至有人说他们没准就是中国未来的中间力量 但是这样一些人 哎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那天我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一个女性朋友啊 女性 她呢是个是个华人 但是呢 她在英国长大 她也是老大 呃未婚 你看呃 她父母亲呢 就比较俗气 也不是说不是俗气 很正常 很正常 比较传统 比较传统比较传统 对对对 就是老想给女儿介绍 男朋友 要门当户队 男朋友 有一天这女孩跟我说了 说来了一帮 因为她是个外国人 她她不知道 都是她父母托的朋友介绍来的 她父母是在 也住在英国 也在英国 她父母的朋友介绍来的 她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谁谁谁 我说我说什么 她说她的孙子现在在我们家呢 又说你知不知道谁谁谁 说她孙子也在我们家呢 我说你跟一帮孙子在一起 她就跟这帮孙子 就是说 我就怀疑可能不见得是孙子 有可能是骗子 你知道吗 因为她里边说的有的人 我说 太不像 这多半是骗子 你知道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来了这么一堆孙子在他们家 就那意思 就是希望她女儿能够 接近接近 能够接近接近 是不是 能够交 男朋友能嫁给他们 你对吗 但是我就发现 这个英国出来的 这个教育出来的女孩啊 也是个直不棱蹭 你知道吗 挺不服 然后 跟我发短信 我觉得她说的挺有意思 她说 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知道 肯定他们这些大人孩子 都在跟她说 她是谁谁谁的孩子 他们家是多大的官 但她在英国大 她就不管她那么多 他们家是多少多少钱 结果你看 这女孩多有骨气 跟我发个信息说 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们的那个 也老的 也钱再多 还不都是偷 偷公民的钱 偷人民的钱 哎呦 我觉得 我觉得这只有英国 就老外才会这么想 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为你的财 是不是不易之道 对 你要叫我女儿 我哪管这个 高干子弟 当然来来来啊 对嘛 不是高干子弟 能保证幸福吗 为什么大家现在就是 包括刚才 就是这些条件 你会说别的 连胜文要跟你求婚 你愿意吗 那要先看来不来电呢 连胜文 你不来电你怎么一辈子呢 大家不能想失联 这问题不在于来不来电 也不在于你会不会幸福 他考虑的跟高干子弟 或富二代在一块的好处是 你不一定会幸福 但你多半不会不幸福 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老公成天在外面 他不爱你 然后他没有办法跟你有心灵的焦虑 你就是不幸福 没关系 你可以找人嘛 那么所谓的不幸福 我指的意思是说 比方说你不会为房子担忧 你孩子病了 不怕他给不起钱进医院病死 你父母老了 你不怕没人养 然后你要是有工作 你还工作的话 你不怕这个工作上 给别的更有关系 更有背景 更硬的人给挤掉 不是亲爱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这个人呢 好人和坏人 是相对而言的 这就让我们理解 比如说为什么贪官 我接触过不少贪官 说实话 私人交朋友是很好的人 你明白吗 就是你感觉是很好的人 但是他是另一个层面 另一个范畴内的话题 就这正正正正如我们说 有些个江阳大道 他跟他太太也可以真实的相爱 你明白吗 就是说一个高干子弟 并不是个坏坏坏坏人 就是说你比如说 但是你不应该把他的条件往前提 对 你跟这帮鱼在一块能来电的概率 和那帮虾在一块能来电的概率 是一样的 对吗 对 就是一帮高干子弟 他们跟你混 中间有5%的人会跟你来电 和一帮平民子弟跟你混 中间有5%的人跟你来电 这个概率是一样的 是 那你为什么认为找了官二代 富二代就格外不来电呢 来电的几率还更高 我倒没有排斥说他们的背景 但同样的我也不强调他们的背景 所以我有一阵子 的确我也 但是谁也不会不意识到他们的背景 你知道吗 是啊 他会带来他的一些个性 因为你要了解 这个背景还带来很多别的东西 就你意识不意识也好 强调不强调也好 比如说由于他是高干子弟 所以他可能很小就出国读书 而且念的都是名校 所以他见识比较广 如果他真的能力不错 还在名校一路念上去 那他学问能力各方面都也很好 对不对 那他见多识广 家里有钱 你别管那钱是不是人民的钱了 然后他跑遍全世界 所以我们强调的应该是 他见多识广的这个优点 也就是说 我说他高干子弟这个东西 给他带来了很多后来有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会使得他被改变 而且你知道 就是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这个征婚 虽然咱听着挺别扭 可是实际我觉得征婚是很古典的 而且征婚好像更看出 最早啊婚姻的这个本质 您现在想想 这个恩格斯说呀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罗素也说什么 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就是合法卖淫 其实这些思想啊 是相当心锐的 就是恩格斯自己也是这么说 对 是很新的思想 因为在最早的婚姻的起源 本质上就是背景 是 财产 对吧 家族的势力扩张 是家族交易 对啊 是家族的势力扩张 那倒是没错 也很像我们以前比武招亲 总是要有一些 比较实际条件的本事 你才可以 讲到爱情的这一块 精神上是比较 21世纪的东西 对 因为爱情是随后而来的 你比如说像最近 大家很火 老看那个电视剧 唐顿庄园 对不对 那个英国的那个贵族的故事 那你们不是搞得很清楚吗 那男女结婚 主要是就是考虑财产继承的问题 他家有钱赶快娶他 他家有钱赶快嫁他 都是这样 但后来也不一定就没有爱情 那个爱情是后天培养 你回想前两代 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 他们大半都是相亲征婚 父母定下的婚约之下结合的 那你能说他们真的没有爱情吗 也不是啊 你比如说看我们祖父母那一代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有爱情 但那个爱情跟今天的概念不一样 他是更接近于亲情的 他是在已经结婚的那一刹那 没有爱情 但结了婚之后 逼着天天睡一块 没错 逼着逼着逼出感情来了 没错 但是现在我们竟然都活到21世纪 我们就不应该回归到古典派吗 我们就应该走新锐派 我第一次是说 父母就是 好就拿我自己 我也是还没嫁 那当然我的父母也会难免提一提 或我自己都急 所以我有一阵子是变成说 我要结婚 所以我赶快找一个 所谓 真的啊 你这么讲 所谓匹配的人 对 我比我妈急 但我妈突然有一天 反过来跟我讲说 主要的Ivy 你要不要想一个相反的方法 你现在是为了结婚去找一个对象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外面 就是雷打扫射 你有没有 你是不是应该反过来说 你碰到了这个人以后 你才会想结婚呢 是不是应该这个 older如果你相反的话 你就反而不会这么的紧张 对 所以我就忽然间有种 对啊 就是 你妈还真是不怕 你等到她跟她一样岁数了 她觉得不会 而且她觉得 如果等到她一样的岁数 如果等到了 那就也值得这件事情 所以她说 你带什么气 我等到花儿也泄了 不会 相见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对 又婷等着花儿还没泄 但是真理已经得出来了 对 我尽量保持我的这个盛开的状况 但是我是说 因为我现在有一阵子 就是把那个结婚 当做一种事业在经营 就你要设定目标 例如说 你一个礼拜一定要出去两次 就虽然爱宅在家 其实也对 这是你们本行 我就得出去两次 什么意思 女人嘛 这就 我们家庭 凤凰是我本行 这是副业 这是副业 但是就是说 你下班好像就要逼自己两次 一定要跟大家hand out一下 出去喝个东西 吃个饭 不然你真的不认识人 所以这变当事业 在一个目标 有进程的去 或者出去认识人以后 你不能就不讲话 一定要起码认识一个男生 交换一个电话 有一阵子 我真是这样的感觉 后来我发觉 这样子你越急急盈盈啊 就是你知道 后来呢 后来就无欲无求啊 就是要告诉自己说 一个人很好 没有就算了吧 就是 那你之前那个阶段 你遇到的阶段 什么人啊 这样的人你就知道 他也知道 你在急急盈盈的时候 你碰到的人 就会利用你这样的心情 对吧 我也在想 可能会想占你便宜 对吧 完全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看得出来 你的弱点在哪里 有点像结婚是吧 咱俩今晚先试一下 他就会先告诉你说 我是认真的 我就是我的脑中 有结婚的幻想 全部都骗人的 是是是 没事没事 真是 你跟那个谁一样 你知道吗 真是 你说出来 你要是说谁 我们公司被骗了 还不受 太凄惨了 太凄惨了 这什么女主持 我们这一关 好男人不多了 哎呀 真是专门遇上这些业 最后才说 到最后 是不是在佛照里面 有这种说法 就是你越无欲无求 心情平静的时候 你才不会被骗 然后这个真的人啊 比较容易出现 没有不会这么讲的 不是吗 他很可能也不出现的 只是 只是 你接受 对 只是无所谓 其实反过来说 如果有一天 你 真不结婚 你会很介意吗 现在我真的不介意了 对吧 你一个人过 你觉得可以吗 现在真的不介意 那就可以了 好 我赞赏 就这样 这个我赞赏 对 你跟我们 不是我们总统 你跟法国 我们法国总统 选选 哪一个 法国第一女朋友 我以为还是你原来 那个国母的老公 那个给选下去了 那边法国 女友啊 现在 他那个 其实我跟你说 以我的标准 他就是结了婚了 他跟他那个前女友 一起生活25年 生了四个孩子 他就是他的前妻 难道非要这张纸 才算结婚吗 对 但他们会遇到问题了 因为他们如果 以国家领袖的身份 比如说是中东国家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馆 文明启示录 现在现在很烦恼 可能他现在也不想一块住了 哈哈哈哈 对